2022年9月29日,由中国商飞研制的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获得了中国迷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这意味着在经历十余年的研发和测试后,919的设计合理性和安全性已经充分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具备了交付给航空公司执行商业航班的条件 不过除了前面提到的型号合格证外,一架飞机想要载客飞行,还需要生产许可证和试航证 简单点说,型号合格证针对的是飞机的研发厂商,生产许可证是颁发给飞机的制造厂商 而试航证是颁发给航空公司的每一架飞机,相当于上路许可 对于919这种新飞机而言,设计和生产都有商飞负责 既然前期生产的试飞型号已经通过了迷航局的认证,说明质量体系较为完备 或许生产许可证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早在数月前,首架批量生产版本的919已经下线并进行了密集的试飞 此架飞机的塗装与之前6架用于测试的原型机并不一致 机身注射号为B001J,同样出现在了搬证仪式上 实际其飞机本体已经完成了商业版本,也就是交付给东航版本的喷汇 不过因为飞机的所有权目前仍在商飞,同时为东航正式接收飞机保留一些神秘感 临时用贴纸进行了覆盖 所以,尽管生产许可证和试航证并没有在当天一并颁发 但实际上C919的商业化运营已经不存在任何硬性阻碍 只需要一些时间去走完流程 从央视记者的飞行体验中也能看出 客舱内已经完成了所有旅客设备,甚至空姐的安装 相信我们在国内坐上这架飞机,指日可待 当然,C919的航机不会直播于国内 但想在国际市场上看到这款机型,恐怕仍需时日 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简称i-call的规定 只要航空系登记国对航空系进行审定时参照的标准高于国际民航公约 民航组织的缔约国均应承认其有效 而中国民航局对于运输航空器的审定规则为CCR25部 相关标准均不低于工业要求 所以理论上,我国航司的919只非国际航班不存在试航问题 但在航班保障能力上 如不同机场飞机自动停靠设备的校准 接送飞机专用工具的采购以及基础航材的配备仍需时间慢慢完善 比较复杂的是把919卖到别的国家 这需要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国与进口国单独写上 进口国会依据自身规则要求对该型号飞机进行审查 合格后颁发型号认可证书 有了认可证书后,飞机才能在该国登记 并由运营人进行持续的试航管理 但问题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是没有能力对飞机开展审查的 大部分国家因为没有制造飞机的产业链 甚至连审定的规章都没有 大家通常的做法是直接认可美国或者欧盟试航局颁发的证书 这就像我去菜市场买菜 虽然不懂得讲价技巧,但可以跟在一个大妈后面 在她买完后来一句,就她那个价格,我也来三斤 所以919在国内进行审定的同时 一直在谋求获得欧美的认证 因为这不仅是对产品设计水平的认可 更是一张能在国际市场获得订单的金字招牌 好消息是,我国的CCR25部是对美国FAR25部的像素级复刻 只要是严格按照规定中的要求完成了设计 在技术上通过欧美试航局的审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坏消息是,FIR25部已经14年没有大版本更新了 以至于C919上,很多新技术找不到合适的规章来进行审定 为此,中国密航局曾在8月9日发布了919飞机的专用货面条款 对30个现有规章内无法涵盖的部件和系统进行了单独批准 如主题为发动机突然停车,限制扭矩载荷的条款 就是考虑到919发动机的横接面较大 空中停车时会产生更大,更复杂的动载荷 因此对发动机调价以及机身结构的安全设计进行了单独批准 而主题为方向座往复偏转载荷情况的条款 则是结合以往的空单案例 对防止飞行员过度操纵方向座的设计进行了单独的批准 大家可以去官网下载学习 看看919有哪些独到的优势之处 C919的定位是干线载体客机 其中干线是指主要用于大城市之间通行的飞机 载荷量一般在100人以上 与之相对的是支线客机 主要用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飞行 典型代表有同样由上飞生产的AR-211 而载体指的是飞机客舱内中间只有一套通道 与之相对的是波音787,空格350 以及上飞正在研制的C929 两条通道在提升载荷量上线的同时 也代表着更宽的机身,视为宽体 在国际上与919定位相似的机型有空格320和波音737 三纸的客舱布局较为相似 都是通道两侧最多可以设置三列座椅,共六列 在机身宽度上 919为3.96米 320NEO为3.95米 737 MAX只有3.8米 这意味着919的座椅宽度与320较为相似 优于737 对喜欢坐在靠窗座位的旅客会更友好 三纸的载客量也较为接近 两仓布局下官方给出的座位数919是158 320是165 737是162 但座位数不像坐舱宽度那样是没什么调整空间的 实际会取决于航司设定的座椅间隔和处方布局 在发动机的性能上 三纸的差距则更加不明显 因为均采用了CFM公司定制的LIP发动机 技术水平处于同一代 特别是919的LIP1C和320NEO的LIP1A 在核心数据上可以相似到小说点后两位 这意味着三款发动机的噪音水平是接近的 结合前方的座舱宽度看 乘坐舒适度上 919与320NEO不相上下 小幅领先737 MAX 大幅优于旧款320和737NG 相比对旅客的友好 919在巡航里程上略为差强人意 在同样约19吨的最大燃油装载量下 320和737的航程约为6500公里 而919在17年公布的标准版航程为4000公里 相差较大 由于商非暂未公布该机型的负载航程图 暂不清楚这一数值是在怎样的负载下计算得出 如果标准一致 那919较低的最大起飞权重 是导致航程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起飞权重是飞机空重加燃油量和载重之和 在三者的必要机身重量都在45吨左右的情况下 737把起飞权重做到了82吨 320为79吨 而919的标准版仅为72.5吨 大家不要小看这10%的差距 在320官方的负载航程途中 起飞权重为73.5吨的320 在与普通版320载重相同时 航程分别为3200公里和5400公里 差距明显 但是在班正仪式后的采访中 记者提到该飞机的最大航程可达5500公里 如果这里的最大 指的是即将交付给东航的那架飞机 说明商飞经过这几年的数据积累 已经完成了对结构可靠性的验证 直接推出了之前计划的起飞权重为77.5吨的延程版 基本实现了各项性能指标 均可以与AB两家竞争 不过即便按照目前最保守的4000公里航程估算 919在国内可能难以应付哈尔滨至三亚等超上航线 但完全足以在满客状态下 实现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之间的互费 回顾C919的诞生过程 在每个重要节点的新闻下面 最具争议的话题莫过于 我们的自主研发究竟是不是造了个壳子 诚然 如果将919各系统的供货商列出清单的话 能看到发动机 辅助动力 应急 氧气等系统 依然由国外的供应商垄断 而起楼架 刹车 发动机短仓 电源 液压和燃油系统 虽然由外国主导 但成立了合资公司 给国产化做好了铺垫 而在机身和内饰方面 则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 从各部件的价值占米来看 国产化率刚刚超过了50% 这也许算不上一个亮眼的数据 但如果以此来否定919的历史意义 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不管是在飞控上比919复杂得多的歼20 还是起飞重量是919数倍的运20 这些机型的诞生早已证明了 我们完全可以造出一架百分百国产的大飞机 再去评价919是否国产前 我们要清楚的是 它最首先的定位是商业科技 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 最重要的是经济性 而919采用的这种供应商 提供子系统 商飞进行总体设计与集成的模式 现在是最符合商业规律的 这是因为制造一架飞机设计的领域过多 就像同一家企业 很难在轮胎水平超高的同时 顺便能生产质量很好的马桶和安全可靠的烤箱 让不同特长的企业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是平衡经济与安全的最优解 除此之外 飞机上安装的所有设备 采用的生产标准自成一派 有利于常见的民用体系之外 加剧了一般公司 向飞机制造方面拓展业务的难度 以导航和通讯系统为例 整套系统包括三套升高频 一套高频 两套ATC 两套DME 两套VOR 等一系列五线电设备 不同设备需要的天线性能 传输线路和控制设备都有区别 而不同的设备需要交连的系统也不相同 例如ATC需要和防震系统搭配 升高频除了语音 还负责报文的发送 与飞行管理和数据记录系统交互 这些设备工作的稳定性 抗干扰能力 在不同国家不同机场的兼容情况 需要大量的测试和时间的检验 我相信国产厂商想要复刻这样一套系统并不难 但在919诞生之前 我们既没有一个完整的平台来验证自身的产品质量 也不知道造出来卖给谁去 相比之下 从大众发售甲克虫汽车就开始从事无线电行业 参与制定了航空通信标准的克林斯预航 提供这一套系统的目录价格 又为400万人民币 保证工作的像919的竞争对手那样可靠 批量采购还有可观的折扣 因此 919采用诸多国外供应商 一方面保证了自身的可靠性 不仅仅是飞机的安全 更重要的是确保航班能准点到达 要知道 每一次机械原因导致的航班取消 对航次来说都可能是十余万元的损失 让实际运营人能获得稳定的利润 是一款商业飞机成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 919的诞生降低了国内企业 加入到航空制造业的门槛 超千价的订单带来的可预见的稳定销量 可以摊平研发成本 让国产厂商敢于投入到产业链的竞争中 商费自身的6架测试飞机 在不断提升国产率的同时 让整机成本更具竞争力 我知道 大家对国产率的耿耿于怀 更多的是来自于其他行业断供的先例 资历更生是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 但在不能一步到位之前 出让部分自己的利益作为学费是不可避免的 发散一下思路 如果歼20和运20的数量足够多 也未尝不是保障生产的另一种办法 当然 一款飞机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性如何 这可能需要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 但919自2008年立项至今 已经过了近14年 计划的交付时间从16年不断推迟 直到今天终于迎来曙光 这从侧面反映出 作为力求与Airbus和波音三分天下的Comec 是始终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 反复打磨 确认可靠后才投降市场 这一点也能从919的计划是非小时数看出 4200小时的时长 远超波音和空客普遍采用了3000小时 更重要的是 在919之前 商费已经完成了AirGo21的开发 并交付了60余架 安全运行15万小时 超过500万人 承诺该飞机安全到达目的地 奇迹一跃 不能时步 努马实驾 公债不舍 919的腾飞是商费十几年如一日 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但也更证明了 某国制造业的整体能力 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那么 研制一款大飞机的流程是怎样的 C919又是如何被制造和组装的 承诺飞机有哪些有趣的体验 我和涡轮喷气弹联合创作的冲上云霄 中国大飞机科学绘本 以随着919的班正同步出版 飞便从造飞机 开飞机和坐飞机三大主题 主针展现飞行流程 细节放大机上设备 分段解析工作原理 全方位立体科普过程大飞机 从设计到腾飞的全过程 内容依旧硬核 但充满同趣 不论作为孩子飞行梦想的启蒙 还是解答孩子飞行问题的工具书都十分合适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上发大维码来我的飞翅航空商店选购 原价购买的读者除了三本汇本外 还会额外赠送一个十分可爱的飞机型订书机 飞翅航空涂装的C919冰箱贴 以及一个飞翅航空定制的安全带钥匙扣 如果你还在B站关注了我们 订单备注ID还可以获赠一个2190的实体粉丝牌 当然了 如果你只想选购图书的话 也可以去当当网搜索关键词 或者在飞翅航空商店单独购买赠品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的知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欢迎点赞投币关注转发 我是张池 这里是鸡皮烟化 我们下期节目见